子宮內膜發炎可能來至於細菌感染 或者是從陰道上去的細菌 非常多的菌種 我們做ERA有碰過金黃色葡萄球菌 鏈球菌 還有克雷博士菌 還有大腸桿菌等等 那要去證實有沒有子宮內膜發炎 你要用子宮菌看看有沒有一粒一粒的 有沒有血管過多 或hyperramia 或者是microvilli 那有人說還要再整瓜子宮內膜去染色CD168有沒有養性 138是僵細胞Pasma cell 那博物婦產科對於這個子宮內膜發炎 會引起沒辦法走廠或者是走廠或流產 我們是在植物的時候就投給Prophilactic Antibiotic 就是Toxy Cycline兩顆VID14天 那這個是最近在Asury 在美國歐洲生殖醫學會的一個研究報告 所以我們博文婦產科是採用 先假定每個病人都有子宮內膜發炎的前提下 Torge抗生素 有點有病治病沒病強生的概念 目前也起得到非常高的懷孕率 這是一種類omatic的病毒 也就是說 谢谢大家